三建九十肖宇四十三肖宇西元575年到68年 肖宇在唐太宗时间为宰相时 以历史上封子地贵器为屏障为翻屏的得知 建议太宗分封子地为王而被采难 肖宇不贪财好利 作为随城时候田财很多 后来这些田财全被唐高祖李渊分射给功臣 肖宇归唐之后李渊将田财归还给他 肖宇将全部分给宗主 自己只留下宗庙一座一座祭祀 所以肖宇在被贬出京的时候 她的姐姐肖王后受到沉重打击 然后肖王后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 竟然病不起与世常识 那七十岁的肖宇送走了最后一位同胞 从小就先为命的解决之后 就感到孤苦和寂寞 然后肖王后死后三个月她也过世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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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